撒母二传的第六讲 撒母以上的第八章 今天的题目我给它是叫做神的时间性和人的等候 你说为什么有过这样的题目 因为是会讲到以色列人希望是能够立一位王来统治他们 他们甚至是急不及待是要有这位王来带领他们 讲到他们希望有一位王有一位领袖 我们不妨看看以色列人的背景 最初神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死的时候 神是拣选约书雅来继承摩西的事业 但是约书雅死的时候 神是没有拣选有任何一个接班人 而是训练出一群的长老来带领以色列人 这个是很特别 当这群长老还在世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很听话 但是到这群长老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好像忘记了神一样 他们背叛神 他们是追求偶像 我最近先跟大家讲了《士师记》 在《士师记》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循环犯罪 每一次他们犯罪 神兴起他们的敌人来攻打他们 但当他们向神呼求 神就派士师来打救他们 但是没有一个士师是全国性的 这些士师都是局部地区性 所以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来带领 全部的以色列人 所以出现了在《士师记》 一个很出名的名义 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皇 各人任意而行 你说去到撒母尔记呢 去到撒母尔的时代 是由祭司来带领 其实这个在《士师记》的尾部已经出现 记不记得《士师记》最后的几张经文 是看到有利美人祭司出现 来带领以色列人 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国家 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家族相传的领袖系统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以利的家族 以利的家族不能带领以色列人 来多是敬拜神 他们是很败坏 他们不能够是带领以色列人 来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所以神是兴起了撒母尔 来到代替以利 其实在撒母尔上的第七章 和第八章之间 可能已经是经过了二十年 甚至是二十五年 现在撒母尔已经是成为一个老人 以色列是出现了新的一帮人 新的一代 他们都有新的想法 他们都有新的希望 他们希望神是能够帮他们立一个王 来带领他们 撒母尔晚年的时候 是要做一些很艰难的工作 是要做一些很艰难的决定 是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最令人伤心的 就是撒母尔一生为以色列人来服务 但是最后他被以色列人来拒绝了 这个和现今世代都很相似 这个世界在改变 这个世界不断的环境也在改变 我们都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来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现在很多人都说圣经已经落后了 圣经已经过时了 需要一些新的宗教 好像New Age那些不同的新宗教 但是我们手上的这部圣经 已经是几千年都没有变到 变的是我们 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的信仰 旧的信仰来追随一些新的宗教 我们应该持守圣经的教导 持守我们的信仰 以色列人去找撒姆尔 他们提出要皇来带领他们 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也是令撒姆尔很伤心的 就是说撒姆尔已经年纪老了 你老了 你不可以来带领我们 在说撒姆尔上的第七章 其实我们看到 撒姆尔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带领以色列人 战胜他们的敌人 对不对 现在居然以色列人说他老了 没用 但是 虽然撒姆尔是老 遲些我们会看到 在撒姆尔上的十三章 他仍然有勇气来到面对 去扫姆尔 扫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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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听到把上好的伸束留给自己 也没有杀到阿玛力王阿甲 撒姆尔就怎么样 虽然他年纪已经很老 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将阿玛力王阿甲来杀死 虽然他年纪大 但他仍然都是劳当益壮 非常之有勇气 面对这位高高在上的素罗王 现在以色列人说他年纪老迈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藉口 他们就是希望有一位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要一位王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说 撒姆尔后继无人 我刚才说过 在《士师记》之后 在撒姆尔的时代 祭司是家族相传的 既然撒姆尔的儿子都不争气 他们又不虔誠 他们收贵劳 他们不能够继承撒姆尔的时工 所以以色列人就说 我们要一位王来带领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 我们会很伤心 以利和撒姆尔两个儿女都是不争气 都是不能够继承父业 是吧 以利就是太宽容两个儿子所做的一切 撒姆尔呢 他是没有时间来管理他的儿子 因为他是有巡回各城的时工 以至他是没有时间来教训他两个儿子 而他两个儿子在室别士巴做事师 而撒姆尔呢 在室拉玛 拉玛距离别士巴五十七里边场莫及 他不能够识心地来教导两个儿子 所以出现了问题 这个也是现今世代很多牧师家庭所出现的问题 很多牧师都是很有心打理教会的事 但是就忽略了自己家庭自己儿女的教导 这个实在是我们做牧者的是要很小心 很有趣 圣经是有指责以利 但是没有指责到撒姆尔没有教好他两个儿子 其实我相信他原因在哪里 因为经文曾经告诉我们 以利是尊重他两个儿子 还尊重多过神 我相信撒姆尔没有这样 他是没有教好他两个儿子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儿子的地位 提高到像神一样 他尊重他两个儿子 所以在诗篇的九十九篇第六节 说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阿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姆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运他们 有没有看到 神是将撒姆尔和摩西来比较 我也说过 在圣经里面曾经说到 有一个先知好像摩西一样 这个有远和近的就是摩西 远的就是耶稣基督 还有一个经文 来比较撒姆尔和摩西 在耶利米书的十五章第一节 说摩西和撒姆尔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向耶和华来说话 有没有看到 有一次将撒姆尔和摩西来比较 以色列人要求有位王来统治他们 好像他们的邻居一样 其实在圣经里面早有预言 你说在哪里 摩西五经 和在路德记都有说 记不记得路德记 在美部直接说出大卫的家谱 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这位王 其实神一早已经是告诉阿伯拉罕听 你的后裔将会繁多 而且将会有国度从你而出 神也都和撒拉是说过 祂说你要成为多国之母 有百姓的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的十七章 六节和十六节 同样 神也有和阿伯拉罕的孙雅各说 你的新养更多 雅各就真是多子公来的 有十二个子 十二支派 当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是一个家 但是出埃及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民族 有六十万的南丁 神甚至向雅各预言 他说多国的民会从你而出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的三十五章十一节 神甚至一早预言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四节 和以色列人说 你到了英许之地 你要像你的邻国一样 秘王来治理你们 你有没有看到 全部神已经有预言 这个也是原因 有很多神学家 有很多学者都说 是神的指意 要以色列人有一位王 来统治他们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如果圣经有预言的就是神的指意 那就大件事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预言 说将来将会有很多罪恶发生 在末世的时候 有敌基督有撒旦来到维和人间 我相信 神是容许这些事发生 但是不是神的指意 是有个分别 如果圣经里面是有预言 不等于是神的指意 甚至神容许的事 也未必是神的指意 我们等一会就会回来 看这一点 但是 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位王 绝对不会令到神惊讶 因为神是知道一切 在说诗篇的三十三篇 十至十一节 耶和华使列国的囚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囚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没有能令神惊讶 为什么我说 不是神的指意 要以色列人立一位王 有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了 就会明白 第一节的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在撒母耳上的八章七至八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医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 他们常常离弃我 是奉别臣 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 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现在他们所行的是什么 要一位王 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是什么 是奉别臣 离弃臣 是吧 所以 神是将他们要一位王 和他们要一位偶像 摆在一起 是否神的指要要以色列人有偶像 绝对不是 是吧 这一节的经文就很清楚 另外又有一节的经文 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第三十六节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 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 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再一次神是将他们所立的王和偶像摆在一起 你们所立的王会将你们 带到你们列祖不认识的地方 去做什么 拜当地的偶像 木头石头所造成的神 就是偶像 还有一节的经文更加的清楚 就是赫西亚书的十三章十一节 你曾求我 给我立王和首领 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 又在烈怒中将王庇去 有没有见到 神在怒气当中将王赐给他们 你想想这个是否神的旨意 绝对不是 是吧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要祂自己作 以色列人的王 甚至祂每个儿女的王 直到永远 是吧 当然 这个也是包括耶稣基督 在千禧年国的 带领的统领 和在新天新地永远作王 正如好像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八节 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圆 虽然 不是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立一位王 但祂是能够透过人的罪 成就祂的旨意 祂的旨意是什么 将耶稣基督带到来世上 永远作我们的王 是吧 其实这件事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 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在耶稣基督的家谱 是有好几个女子 都有他们的问题 例如犯戾伦的他玛 还有是做妓女的拉赫 还有就是摩鸽女子路德 记不记得我说路德记的时候 曾经说过摩鸽和以色列人是世仇 是吧 还有呢 就是犯监人的别是吧 耶稣基督就是透过这些女子 这些他是耶稣基督的先祖 是吧 来到这个世上 神就能够透过人的罪 仍然都是带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同样神也能够透过以色列人的罪 就是他们背叛神 拒绝神要一位王 但是神仍然能够透过世上 以色列人的王朝 将耶稣基督带到来这个世上 永远作王 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旨意 以色列人是要立一位王 神容许 那究竟立这位王的标准又是怎样呢 在生命记的十七章是讲得很清楚 一共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位王一定要是合神心意 在属于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五节 你总要立耶稣说你神所拣选的位王 是吧 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好像大位一样 还有第二点呢 这个王要是从你弟兄中立的一个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你不要找个外邦人来做你们的王 做你们的首领 这一样其实和美国的宪法都很相似 是吧 我们连美又大选了 你要选做总统你一定要怎样呢 要在美国出生的 千万不要立一个外邦人来成为我们的领袖 这个和圣经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的 神是讲给以斯利人听 你们立王的人选是应该怎样呢 也都讲出了这个王的特征是怎样呢 也都在生命记的十七章 一共这个王是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怎样呢 是要倚靠神力量的人 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 指示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千万不要依赖你的兵马 要依赖耶和华 为什么不要回到埃及呢 埃及是充满偶像 你迟一点 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就会见到 每逢有敌人来攻打他们 他们怎样呢 与其是信靠神 他们希望和埃及来结盟 来增加他们的兵马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应该是信靠神 除了要信靠神的能力 还有第二点呢 不要寻求偶像 这个人 《毅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笨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这一切都会成为王的偶像 在所罗门王的身上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 娶了很多很多的妃笨 很多这些都是外国的外邦的女子 不单止妃笨成为他的偶像 妃笨所拜的偶像 都令到所罗门的心偏邪 是吧 所以所罗门的晚年 真的犯了很大的罪 经文也说这个人 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 这一切都能够成为 这个王的偶像 第三点 是要倚靠神话语的人 他登了国为 就要将祭司利美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类 要平身重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或这些律例 这一节的经文 其实在上个主日 我也是有和大家提出来 记不记得上个主日 讲主日学的时候 周校长是和我们讲到 约西亚这位王 是吧 他在这个圣殿里面 他叫人来到维修圣殿 居然是找到律法书 原来以色列人 连律法书都不见了 是吧 你说这个王应该是平身重读律法书 那些王有没有读到 根本是没有读到 而整部律法书都不见了 所以 无论是以色列 无论是北国以色列 南国尤大 都是很多不好的皇帝 是吧 约西亚就是好的皇帝 但他也是南国最后的一个好皇帝 就是他们都不重读神的话语 说到这里我又要说一句 就是我上个礼拜日 主日学的时候说错了 是吧 我说每年都要抄写 其实不是每年抄写 而是一个皇要是他登基之后 是要将律法书抄录一部 然后平身来到重读 是吧 这个也是我的作风 每逢在众人面前说错话 有错误的教导 一定都要在众人的面前来到糾正 所以我现在是向大家来到作一个交代 如果这个皇是平身是将神的话语重读的时候 免得他向弟兄的心高傲偏左偏右 来了这戒命这样 他和他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 在国为上年长日久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皇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读到神的话语 神预言以色列人将会有皇 那究竟这第一位皇是谁呢 他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我们不妨看看这位皇 合神心意的皇应该是谁 在文数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至十九节预言 这位皇会好像一颗星一样 他是会出于雅角 他必掌大权 他亦会打破摩鸽的四角 他是必得以东为基业 预言中这位皇所做的事 在说大卫的统治之下 我们看到大卫完全是做了这一切 所以很明显 在文数记二十四章所预言的皇就是大卫 另外我也说过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尾部分 是说到大卫的家谱 是吧 让我们看到这位皇应该就是大卫 还有 《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 说贵必不离 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直等世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这节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 贵和杖都是皇的特征 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说 皇是会出于犹大之派 大卫就是犹大之派 耶稣基督也是属犹大之派 世罗就是尼塞亚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也有近和远的寓言 近的寓言 这位合神心意的皇就是大卫 远的寓言就是耶稣基督 他将会永远回来掌权 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旨意 长老要求 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 他将有一位皇 连满战队 人有我有 外邦人 鄰国有皇 我们都要 当以色列人进入加南地 应许之地 所有的国家都有他们的皇 带领他们 去到慈斯基的时代 当这些外邦的国家 鄰近的国家 战胜以色列国 甚至征服他们 来统治他们 都是有皇来带领的 所以以色列人 打败仗他们就怨什么 怨自己没有皇来带领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们离弃了神 是他们的罪 他们应该是向神认罪悔改 但是与其这样他们怎样 赖了下去 说自己没有皇来带领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神一早就知道 所以神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四节 也都是已经一早就预言 说他们将来一定 是会有位皇来带领他们 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要求有位皇 他们是忘记了 他们和邻国的身份是很不同 是吗 他们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当中 邻近的国家都没有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是有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就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和神纳约 是吗 是神的子民 只要他们守神的律例典章 只要他们守约 神是能够帮他们打败他们的敌人 但是很可惜 长老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 他们只见到那些斐利士人 懂得铸造铁器 哇很强大 他们只见到那些阿门人 就认为阿门人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威胁 他们说自己是没有正规的军队 他们说自己没有王来带领 这个成为他们的藉口 撒母尔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知道当以色列人 是要求有一位王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他们灵命低落 是吗 这个才是最大的原因 而以色列人 他们不是在此拒绝撒母尔 经文告诉他们他们在拒绝哪个 其实他们在拒绝耶胡华 他们是拒绝神自己 这个令到撒母尔是很伤心 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背叛神 早在西乃山神班律法给摩西的时候 以色列人已经反叛神 摩西在山上领受法版 在山下以色列人做什么 求阿伦帮他们做一个偶像出来 来带领他们 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第一节 当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之后 他们说什么 帮我们选一个领袖出来 带我们回去埃及 见不见到 又要回埃及 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 文数记的十四章四节 撒母尔时代的长老 他们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打圣仗 他们要求有一位王 一位他们见得到的人来带领他们 但是他们的问题 也不单单是他们要一位王 其实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罪 就是他们立即要神将这位王赐给他们 是时间性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这篇道的主题是什么 神的时间性和人的等候 他们就是急不及待 立刻要神给这位王给他们 这个也是现今很多教会的问题 当一个教会 他们属灵上出现了问题 他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变得好像这个世界一样 用这个世界的时间性 用这个世界的方法 用这个世界的资源 来做神的工作 这一切我们都是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说了 这个将来会来带领以色列人的王 就是大卫 是耶稀的儿子 是吧 到底他会什么时候出现呢 为什么神不早点是将大卫赐给以色列人呢 其实神是有祂的时间性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很不耐烦 我们想要一样东西 为什么神这么久都不赐给我们 是吧 神有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 其实神在背后 在幕后 默默的奸魂 为我们工作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以为神没有理到我们 是吧 刚才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是由大卫所出 是吧 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女子都是有问题 他马就是首当其冲 她是犯了乱论 她马是犹大的媳妇 是嫁了给犹大的长子 但是这个长子还没有弟弟 这个长子已经死了 根据犹太人的律例 取寡嫂祭 记不记得在路得记啊 是吧 如果那个哥哥是母后 那个弟弟应该是替哥哥来到继后 向登取了这个阿嫂 是吧 于是犹大第二个儿子就娶了他马为妻 但是这个第二个儿子不是一个好人 他愿意跟他马行放 但他不愿意跟他马有劳哥 所以神就把他杀了 当他第二个儿子死了之后 应该是由犹大第三个儿子来娶他马 但是犹大就怕了 脚都远了 喂 两个儿子已经娶了这个他马 都死了了 这个是不是黑夫啊 这个他马 是吧 用不愿意给第三个儿子娶他 又死了 所以他几大都不肯给第三个儿子来娶他马 但是他马 他很希望是和犹大能够是有后日 希望犹大是有后日 他就扮成一个妓女 和犹大是生了一对的儿子 虽然他的用心是好 但是毕竟也是犯了乱论 犯了罪 所以我们有一次看到 神是会透过人的罪 来都是成就他的旨意 如果犹大是没有后人 就没有大位 神就是透过人的罪来成就他的旨意 是不是神的旨意人犯罪啊 绝对不是 是吧 我们见到他马和犹大生了的私生子 在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二至到七节 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另外还有阿门人和摩压人呢 也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根据塔木德这一部书 拉比 犹太人的拉比 说《私生子》什么意思呢 在这节的经文 就是 由戾伦或者奸任所生出来的儿女 就是私生子 十代是不能进入耶和华的殿 我们知道大华是犹大的后人 那大华是第几代啊 我们见到 好 尤大和他玛 就生了一对孙子 叫做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就生了希斯伦 希斯伦就生了阿伦 阿伦就生了阿米拿达 阿米拿达就生了拿迅 拿迅就生了撒门 撒门就生了波亚斯 记不记得波亚斯是谁啊 波亚斯就是路德的丈夫 路德和波亚斯就生了俄贝德 俄贝德是谁啊 是耶稀的爸爸 耶稀是谁啊 是大卫的爸爸 大卫是犹大和他玛之后第几代啊 刚刚是十一代 是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 是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 神做每一件事都有祂的时间性 是不可以着急的 是吗 以色列人札急不及待 希望神纳克给一位王给他们 但是神正在在处备大位 甚至以色列人是坚持要这位王 最初他们只不过是要求 但是神就和撒母耳说 你告诉他们王是有什么坏处 说了给他们听之后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不然 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是吗 他们是很坚持地要这位王来带领他们 他们是背叛神 他们是顶撞神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吗 当神有祂的时间性未给我们 我们急不及待 甚至我们坚持一定要神给我们 是吗 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配偶 神给每一个儿女都有她指定的配偶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等不及 自己去找个配偶 是吗 来到结婚 然后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也是原因 我相信为什么基督徒离婚的统计的数字 是和教外人是完全一样 可能是更差一点点 是吗 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就是等不及 是不等不到神为他们所选择的配偶 而自己是跳了进去结婚 所以是出现了问题 圣经里面是有一个人 是神给了应许给他 他急不及待 不是结婚 这个应许是生儿子 是阿伯拉罕 记不记得 神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告诉他 会赐一个儿子给他 但是阿伯拉罕就急不及待 等了十年 哇 看看撒拉的肚子 没什么动静 是吗 不如自己做些事 和撒拉的婢女下甲 或者他的肚子来到继后香灯 结果怎么样 搞出了大头佛 删了以撒玛利出来 是吗 以撒玛利是谁啊 是阿拉伯人的次祖 你看看现在今时今日 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 哇 成为世仇 真贱不忧 就是阿伯拉罕搞出来的大头佛 两边都是他的子孙 是吗 所以大卫和素罗的情形都是很相似 应该等待大卫的出现 但是以色列人就等不及了 一定要神给一个王给他 神说 好啦 那就给素罗给你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神将素罗赐给他们 一方面是要懲戒以色列人 给一个不好的王帝给你 来懲戒你 另一方面呢 也是有时间来准备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 其实神最大的诅咒是什么 你要什么 祂就给什么给你 其实是最大的诅咒来的 在说诗篇的106篇第15节 经文说 他将他们所求的刺激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力愿弱 当我们坚持一定要神给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神可能真的会给你的 但是神给你 不一定是你一个祝福 可能是你一个很大的诅咒 神说好 你要什么我给你 但是我令到你的心灵软弱 令到你的灵里枯干无力 最后你都是要向神来呼求 所以为什么 刚才我们讲创世纪的49章 王是会出于犹大支派 为什么第一位王素罗是出于变雅敏之派 我们现在知道了 有预言的确 犹大是王的支派 但是当以色列人一定纳克要他们的王的时候 这位王就出自变雅敏之派 在撒母义上的八章七节 要和话对撒母义说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当神是透过撒母义来到警告以色列人 他们会被神管教有什么的后果 来到警告以色列人 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到 立一位王是不是神的旨意 不是神的旨意 神再次警告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后果 很多时候我们都一样很想得到一些东西 无论是个人立场 教会立场 甚至是国家立场 当我们很希望得到一样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有代价的 当以色列人他们是服从神的掌权 和神立约 他们只需要是服从神的律例典章 但现在神叫撒母义和以色列人所说的 不是说这位王会怎样祝福 怎样保守 怎样保护他们 而是这位王会向他们要些什么 一共有四点 这位王向他们要什么 首先这个王是会招募年轻的男女为他来服务 男的要当兵 要在田野里面来服役 女的呢 是要做主饭打掃 帮在这里皇宫 和服侍那些官员 还有第二点呢 是征税 无论你有多少的庄家 你有多少的牛羊 你要征税十分之一 要来支持国家和宫廷的费用 还有第三点呢 他们最好的伸促 最好的田地 他们的仆人 成为什么呢 成为属于王的 是吧 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 现在呢 王说喜欢这样 我就拿了你 还有最后第四点 就是他们会有王来管核他们 他们不能够再得到他们自由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全部都有王来管核 这一切在恕大卫和扫罗掌权的时候 经文是没有特别指出很明显 说这些是问题 但是去到所罗门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那些人民大声向神父求 希望摆脱什么呢 摆脱所罗门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 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就出现 撒母以上的十二章 和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 其实以色列人这些要求都是很自私 是吧 他们认为服从一位他们看不见的神 要听他的话 遵守他的律例典章 开玩笑 是吧 都看不到这位神 喂 给个见得到的王我就服了 可以带领我们得胜 是吧 当然是为了自己 带领我们得胜是吧 斗孙神警告他们 他们居然都不听话 他们只是 只顾自己的需要 但是绝对没有去取悦神 有很多人说 喂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哈拿当年就是 向神要求有个儿子 又是自私 被人说他说得多 说他没有儿子生 他就求神 都是为了自己 但是哈拿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是把撒母耳献回神 是吧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是吧 以色列人所要的王 其实都是自私自利 而不是为了国家来设计 虽然 神是曾经带领以色列人 降十灾在埃及 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 甚至打开约弹河 让他们进入加南地 是吧 帮他们战胜他们的敌人 得到应许之地 但是现在呢 他们反过来 厌弃神 要一个人来带领他们 要神来带领他们 是吧 见不见到他们多笨 真是很笨 所以神说 喂 你们自己执山 啊 我不理你们了 你们向我呼求 我不会理你们了 撒母尔上的八章十八节 那时你们必恩所选的王 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是吧 喂 你们要王的嘛 你向他求 你不要来求我 撒母尔是警告以色列人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你们一定会为这件事来是哀动 是吧 这个其实和士司记的时代是很不同 士司记就算是有恶性循环 以色列人不断犯罪 但是每一次神都派士司来打救他们 是吧 知道他们没有王管 仍然都是神来管他们 现在好啊 你们说要王 你们求王 你不要来求我了 所以神说我不会再管的了 我是金盆洗手 我不再理你们 诗篇的十八篇四十一节 怎么说 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所以神说 你们自己是求王 今天我们见到 以色列人他们是犯了很大罪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很急不及待 希望神是会应允我们自己的祷告 希望神是会给我们 我们所觉得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吧 我们也都会很坚持 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但我们很需要学习来到等候神 神后是有祂的时间表 就是好像带领大卫出现一样 神是祂有祂的时间表 我们是需要是服从神等待神 所以在说等待的时候 我们很应该是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有恒久的祷告 以色列人就是 他们就是靠自己的智慧 去到神的面前 就向神要求 你给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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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呢 是将人民的要求 带到神那里 他向神来祷告 这个很重要 其实 早在撒母耳上的七章五节 撒母耳就是透过祷告 带领以色列人得胜 他现在再一次 把人民的需要 在撒母耳上的八章六节 向神来祷告 我们都很需要 像撒母耳一样 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 其实撒母耳是 学习他的妈妈哈娜 他妈妈就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我们都很需要 在此等待的时候 学习祷告的功夫 另外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在等候的时候 要将自己分别为圣 在撒母耳上的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经文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 为我们争戒 到目前为止 是神带领他们得胜 是吗 但以色列人不要这位王来带领 他们要一个见得到的人来带领 问题都不在这位王的身上 他们要一个王来带领 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上高那节的经文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他们希望好像他们的列国一样 我们基督徒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 好像非基督徒一样 是吧 哇 真是好量 多自由啊 什么都做得 做基督徒 这样又说不做得 那样又说不做得 是吧 至少你只看星期日就可以了 星期日他们 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多一日来休息多一日玩 我们呢 慘了 又要回去敬拜这位神 见不到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 好像非基督徒一样 但保罗在罗马书记十二章一至二节 提醒我们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现常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心 保罗提醒我们 怎样能够分别为圣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吧 其实早在利未记 神已经是和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圣结 我是圣结的 但很可惜以色列人 是怎样来分别为圣 当他们犯罪 献一只牛 献一只羊 没事的了 是吧 喂 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的献祭是谁 是耶稣基督自己 是吧 是呀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将来未犯的罪都已经赦免了 是吧 而且还是将祂的意义披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和人传福音的时候 遵遵乐道 说道口没还非 是吧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也应该将自己分别为圣 是吧 我们是有圣结的地位 但是我们很需要 是将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 和我们属灵的地位是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们是很需要 是将自己分别为圣 我们很需要 好像达尔利先知一样 记不记得达尔利先知啊 被劳略到去巴比伦 是吧 有黄的食物 他吃不吃啊 他不吃 是吧 他不愿意妥协 为什么啊 哇 首先去吃 你们国家认为好的东西 慢慢 或者会敬拜你们国家认为好的神 是吧 所以达尔利是不妥协 我们都很需要 好像达尔利先知一样 是将自己分别为圣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在等待神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 学习 撒母耳 来到是 不住地恒久祷告 我们很需要学习 但以利先知 将自己分别为圣 来到等待神 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是给我们有 撒母以上的第八章 给我们见到 以色列人 是要求要一位王 他们甚至是坚持要这位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有很多东西 认为是我们所接受的 我们是坚持 我们是很希望 你立刻是能够是给我们的 但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 等待的功夫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背后你在幕后 是密密地耕耘 你是帮我们是看到 给我们最好的一切 愿意在我们等候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学习 好像撒母耳一样 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 好像 但以你先知一样 将自己分别为圣 来到等候 愿意我们 在成圣的路上 都能够是 有耐心 以至我们是能够 成为一个蒙利月纳的人 将一切荣耀重赚都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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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我们 应该 我们 能够 帮助 我们